美女 血腥 黛玉 禁茶 這麼多 人家最近有喜歡一支手錶 人家 看都知道了 什麼都要給你好不好 覺得我需要一個東西來提醒 有一種東西是手上可以當鬧鐘 手上的鬧鐘 對 OK 今天晚上11點 仇視大小姐計畫論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妳是在哪裡遇到的 其實我跟佩佩有點像 那因為我從來不接展場的主持 那那一天是剛剛好我朋友幫我 他要我幫他 那我就幫助他這樣子 然後我那一天就過去 第一次我展場主持 就是午餐的時間 不是都會坐在休息室裡面休息嗎 然後我就吃便當 然後跟我朋友聊天 就是我們兩個是面對面這樣互相做 然後我就吃 吃沒多久 我朋友說 你看你後面那個男的 一直在看你耶 我說哪一個男的 然後我一轉頭 然後那男的就不見 我想說沒有人啊 哪裡有人 是龜嗎 我就說 你確定你是看人對嗎 我說他說對 他說不是 他剛剛已經躲起來這樣子 我說是嗎 你應該是看錯了吧 然後我就繼續吃 繼續吃 然後他說 那個男的又跑出來看你了 而且他的手機 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他就是拿那個小型的那個 像那個相機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 這樣子 然後他人走掉 然後他這樣子 就是他躲到那個牆旁邊 然後剩下手在那邊 對 在那邊 然後我是在看 沒有人啊 就沒有人了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 然後他說沒有 他剛剛那個相機 就一直在那邊對著你啊 你剛轉頭的時候 他人就跑掉了 我說是假的 我說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轉過去 跟他說say hello呢 為什麼他要一直這樣子 我背面 然後在那邊吃飯 他一直在那邊偷拍 感覺很怪 想看你有菜色 對 他開始餓了 然後想看 我說先生你哪位這樣子 你幹嘛這樣偷拍 然後我就走過去 然後他那個人 他就 他一看到我走過去嘛 然後就跑掉 然後是怎樣 是也不讓我靠近 然後你要這樣摸摸在我後面 這樣子是有點怪 然後後來就是 下午場的時候 我又繼續主持 然後那男的就出現了 他在 他通常我們舞台區嘛 都會有一些我們觀眾 他不是站在舞台區的邊 他在後面 在很後面 然後拿著相機這樣看 一樣拍著我 我說是怎樣 你剛剛 拍背面拍不過 現在拍正面 然後還那麼靠 靈活這麼遙遠 我說你要靠近 靠近一點點 當我的觀眾嘛 結果就 他還是就是溜走這樣子 他看到我發現他 他就跑走 我說這個也太怪了吧 應該就是粉絲吧 怪怪愛目者吧 對啊 不是啊 可是通常粉絲 他們會過來說 欸 沈鴻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可是那段時間 你有介入誰的面子嗎 蛤 真的介入誰的面子 不是 不是每個粉絲都很大方 然後你說 會說 不是大方 每個粉絲都很熱情 有粉絲是會熱情 還跟你說 說欸 請合照 可是有的粉絲就是 默默支持你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還是要分辨 對 他們不是偷拍一些 對 他拍哪裡 其實你還是可以分辨出來 比方說 你說有的男生很高大 他再怎麼拍 他可能就拍你這裡 那這裡 褲頭 你就騎拍 可是如果是納豆這種身高 他這樣子 什麼都看到了 哈哈 你聽到我才藝嗎 沒有 他會對他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明顯 你會 是 對 幹嘛 沒有啦 我說高中 其實是非常不舒服 因為像有一次 我前一陣子也是在週刊 然後就拍到跟我男朋友吃麵 拌麵 對 拌麵 那家店其實非常非常小 然後只能坐14個人 然後我跟店老闆很熟 然後我去的時候呢 那一桌人已經在了 就是已經在了 那我們坐下來 其實也就 他們已經不可能在那邊等我嘛 對不對 我就坐下來 然後呢 後來陸續來的 我還是有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 總是會比較警覺心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悲哀 真的很悲哀 你沒有辦法好好坐下來吃一餐飯 但我想說既然吃飯就算了 然後繼續吃 結果後來 因為那一桌人 還有跟老闆聊天 我想說老闆的朋友一定沒事 好死不死 他們就是週刊的人 哦 啊 對 然後但是 沒有定位 他們知道你會來 不是不是不是 可是他已經跟車 那就是 沒有 沒有 這是倒楣 你是碰到的嗎 我是倒楣 我是碰到 然後我也還是 因為我本來都跟朋友去看電影 看完電影去隔壁賣檔 然後喝個東西 然後聊聊剛剛的電影 然後我也是 我也是警覺嗎 會看一下 旁邊應該都看起來很正常 沒有 就有人坐在旁邊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在那邊打電腦 可是所有你講的話 他都聽到了 對啊 然後一字不漏還寫在那個報道裡面 哦 就這樣子 對啊 就是你防不勝防 可是這會變成 我們有點精神衰弱 你知道 對啊 這真的是精神衰弱啊 每次都在注意 然後最好笑的是 你精神衰弱 然後他們還會說 你是有多猴子要拍你 你不喜歡這種猴子 對 這很 心裡覺得很難過就對了 所以像戴影 有些戲院 你也會遇到一些 我覺得 而且狗仔的偷拍 他們不是就是一個車子而已 他們可能是兩台三台車 就是其實是緊迫盯人的那種 其實我平常的警戒心已經很高了 但是還是被 結果他們 因為我有發現 他們最後就硬閃 硬閃最可怕就是 現場就是拿這麼靠近 然後直接拿照相機閃你 然後那一次是很好笑的是 他是在跟蝴蝶 然後我們就蝴蝶姐姐就回家了 然後我們就跟小甜甜 繼續出去看電影這樣子 結果後來跟蝴蝶沒跟成 就出來變成小甜甜的夜夜神鴿 就超級 關我們什麼事 對啊 就是不是在跟我們 那就是在跟他 然後後來跟到我們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戲院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在巴德路上那個戲院 因為他的停車場有很多的出口 所以變成是說 狗仔他們要很難去賭 我們是從哪個出去 結果最後他們就硬閃 就是直接到你面前要拿 那個照相機 就狂閃你 然後你也沒辦法 就只能讓他們閃 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就是真的精神會真的很衰弱 因為像我出門也是會一直注意 就是對雖然是我是梅多虹 但是你們幹嘛拍我 奇怪 不要去 不要去 對啊就是真的會精神衰弱的很快 我覺得而且現在 不安全的地方越來越多了 尤其是我看到前一陣子酒令 在戲院看電影 在戲院裡面看電影 都被拍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了 因為現在好像是全民狗仔了 你懂嗎 就是大家就是都會 就是覺得那個是藝人 就稍微拍一下 然後就是會傳給媒體這樣子 然後就是所有的行蹤 或是狀態都會曝光在 就是大家的面前 這樣 我覺得很可怕 很慘 所以像佩佩 像比如說搭高鐵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會注意 對因為啊 我也是那種其實也沒有什麼多紅 但是也會想說 如果不小心被拍到很醜的也不太好 所以我每次買高鐵位置的時候 我都會做靠窗的位置 但偏偏就是有 靠窗 對靠窗位置比較不靠近走道這樣 但是偏偏有一堆情侶 他們就是被拆開來 然後他們就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換個位置這樣 讓我們兩個 成全我們兩個做一起 我就說喔好好好 然後我就做到走道去 然後做完活動實在是太累 我就開始這樣睡睡睡睡 然後就睡著這樣 就很難看那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一張開眼鏡 外面看 就前面的男生喔 他就這樣子 他就回頭這樣拍 然後看到我 就是一張開眼鏡 他馬上就做好轉過去 他坐在我的鞋前方 我就說天啊 你知道我剛剛的樣子超醜的 會有多醜 整個睡著耶 你知道嗎 你知道多醜 就被拍到就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就是 以後都會堅持 一定要坐在靠床為止 要不然就是戴口罩 不然就是戴眼罩 就至少是沒那麼醜 人家拍到 人家也不知道是我這樣 就會比較保護自己 這個唯一一個方法 我教大家 是我真的研發多點 就會研發出很棒的方法 你現在是把轉達人 都會轉一下 因為有一次啊 就是我在家裡面 然後接到一個記者 打來電話說 納豆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張 就你在KTV 然後你可能喝多了 就睡著的照片 然後很醜 因為是整個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就要登囉 我說 其實你們沒有什麼好登的 因為全台北市大概有 二十萬人有這樣子的照片 超過 打去問了很多人說 真的好像滿多人 都有這種照片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這錄一整天 晚上去唱個歌 很累就去睡著啊 所以就是你多長這樣 就不會被登 所以說起就好 太認真了 我真的聽是因為我爸爸 也才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是 我和記者真的超愛登的 真的沒辦法 對 他們就認了 這樣子就很醜啊 很難看 不然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可能說他們的朋友的朋友 這樣他們都一句 不好意思跟你講 或怎樣 因為遠遠的偷拍 可能你真好 頭髮飛起來 或翻白眼的照片什麼 那都沒辦法 我覺得那個真的沒辦法 對 那就算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我們要提醒的 應該是 一般的女生 就算你不是藝人 你也會遇到的狀況 對 因為其實比方說 你有時候去逛街啊 你有時候真的是會碰到 就像你剛剛把那個 什麼東西放在腳上 對 那種東西 對 比方上 他是比較有 而且他不見得是一個人 有時候是一群人 一群人 對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 不只女生 男生也會被偷拍 我以前都會在那個健身房 洗臟 我就是聽說 我們那個健身房 有人在偷拍 我就圍著玉丁走出來 那男的為什麼 他一直在玩手機 沒有 我剛剛是 沒有 他在拍我嗎 我就說 我剛剛好像被人家偷拍 他說 真的假的 有人要拍你 然後他說 對啊 我也會被偷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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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